市長,我是來討債的 討債的?我來討債的 我為什麼會欠你錢? 三年前,我辦了一個公益活動 你幫忙腦麻協會捐了演員文貞 你捐了很多的發票 還有,上一次你也捐了腦麻協會兩千塊 那三年過後,我來討債的市長 兩千塊可不可以? 可以啦 兩千塊 那長期腦麻協會受你的關注 但是今天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目的 什麼目的? 因為我知道我們台北市政府 現在市長上任之後再推一個 還有綠能環保 連吸管都不能用 連杯水都不能用 連礦泉水,瓶裝的也不能用 要自己帶黃寶貝 帶黃寶貝就好了 我們現在 開始做一件事情就是 市長 捐發票 捐發票,但是要電子化 我知道,以前就是發票換香蕉 現在我們就說不要再用紙張 直接用無紙化 他們這個賽事很好記 885 幫85 市長這樣好不好 先請市長幫我們響應 第一個無紙化 無紙化 885 請大家無紙化 捐這個公益的電子發票 市長你知道怎麼捐嗎 來來來 要怎麼捐 你會講嗎 就去日本買東西的時候 就告訴他 我們的號碼 就 885 885 現在就算好了 無紙化 英國腦記 麻痺 學會 你們這號碼很好記 885 對啊 我聽過一次就記起來了 謝謝 謝謝 好啦好啦 市長那你要捐錢啊 你錢捐給人家 好幸福 好啦好啦 這小事了 兩千塊 因為我們捐一次就 積少成多 如果大家可以去 隨便一人買東西 就不要拿發票了 就說885 885 就給他們刷過去這樣就好了 對,我們響應市長的無紙化 當然也希望市長能夠 在弱勢團體捐贈的時候呢 市長也呼籲 就是說把弱勢團體的這樣子 要捐贈的部分呢 要大家平均 給一些需要 幫助的弱勢團體 把資源平均 共享這樣子 對啦 所以以後 沒有必要就發票不要拿著 反正在深月的裡面 看你要捐給哪一個都可以 不過這個是 既然他們有來找我 還是幫他廣告一下 廣告一下 85 85 哇這太好記了 好謝謝市長 加油 加油